康康庆说 敌音的爱有点扭曲了 应该是说 因为扭曲是一种有判断的形容词 我会觉得是很满啦 敌音的爱很满 这个礼拜做新闻的人 记者朋友们 应该都很开心吧 因为一定点阅率都很高 感谢孙安佐 帮他们贡献了这么大的流量 他说他跟一个老人家 什么能源户 能量户 能量交换 他就被抓进那个 不经意一直在翻白眼 我有注意到 麻烦给我个墨镜啊 我就是很心疼 因为我绝对当然了解 比如说 孙红哥 敌音姐 想怎么样爱孩子 那你知道谁当过父母啊 那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 正确的爱孩子 所以我们这一路都在学 我相信至少这对夫妻 他们是爱孩子 这个基本是有 那方法对不对 每一对父母都会觉得 自己的管教方式是对的 他必须这样相信 不然他会疯掉 当然 因为是你的孩子 旁边那里不敢多说话 但是如果你有好朋友 肯跟你说真话 说小孩这样会不会压力大 小孩这样子 你要不要给他一点空气什么 如果你还有这一类朋友 我觉得你稍微可以做一点平衡 当我在看到敌音姐做接受了一品新闻网的访问 包括想要跟孙鹏离婚 包括抱怨他们家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真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 然后忍不住 我看了蛮难过 他好像就是言语上面就突然也有这种pose 这样接受访问一直遮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太早起嘴巴有味道 我觉得至少第一个可以知道是 他真的有很多话要讲 有很多情绪过去是没有出口的 我比较会有问号 就是说他真的是清楚的吗 所以其实也有人爆料说 看到敌音跟孙鹏在路上大吵 就是说要不要送他去救医 你看 受过地狱一样的体验 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形容 为什么他只能用模糊的形容 他还是不能够准确的说出一些事情 我觉得他还是爱他的父母